大家好我是魚蛋 我是花之丸 今天和大家來到博富林牧場 這裏是香港出產牛奶的發源地 曾經為全香港提供牛奶 還穩藏著本地武製品工業發展的豐富歷史教 百多年後的今日已經活化成為一級歷史建築 成為了一個活著的蜜蜜館 請你按個訂閱按鈕 講述博富林和牛奶公司 這個前世今生的動人故事 走如牧場 還會和大家過去隔離的百大年教堂打卡 訂閱了我們就出發了 GoGoGo 讓我講一下交通 大家都可以參考以上的巴士 坐巴士來到博富林站這裏下車 對面會見到中華廚藝學校 下車後左手邊就可以過馬路 過完馬路向右轉 見到中華廚藝學院的牌就可以繞進去 經職業訓練局的入口 步行大約五分鐘就到了 話這麼快就來了博富 咦咦咦 這是什麼蛇 這個都是博富林 相傳在這裏本身是一個很貌密的蟲林 又近水源 就吸引了種叫博富的雀仔在這裏生活 所以就叫做博富林了 但是褲子就比較難寫 後來這一帶就被人改名為博富林了 但為了解顯這個活化的古質項目 有悠久和豐富的歷史 所以零零射射射這裏就用褲子褲子了 原來是等 好好好快快快 我要入場和牛牛打卡了 哎呀這裏雖然前身是陸牆 但現在已經裂成一級歷史建築 是個博物館來的 不是啊 這裏就是一比一用竹整成的魚牛模型 是這裏的村民吳師傅 對牛奶公司的回憶而整 來到新建成的富樓旁邊 還看到其他的竹藝製作 有緣的話 還看到師傅正常表演 進去裏面有個叫做 留住博富林村之後的展覽 當中有不少的照片 介紹這裏的歷史 原來牛奶公司之前很大 包括博富林村 華富村 智庫花園 迫搖灣馬荔醫院等等的地方 這裏還有村民的手作 玩意 這裏主要是由當地的村民去打理 如果有緣遇到他們的話 都會跟他們聊聊天 了解更多這裏的歷史 這裏還有昔日牛奶公司的展品 天不怕地不怕的村頭最怕些嗎 給你想想 片尾再告訴你 來吧 我們進主樓看看 喂喂喂 花園 你不是在這裏上啊 來那邊那邊 蓋蓋蓋蓋 蛤 為何有兩邊樓梯呢 剛剛那邊寬點漂亮點啊 適合啊 主樓這裏分了主樓兩條樓梯 主要是避免家用 即是你出入的時間 影響了主人 即是我的休息 所以另設了一條通道 來吧 你先回去那邊 嘩 主人入口這邊樓梯的末端 這裏有拱頂石的裝飾 充滿著英倫風的古典設計特色 當然啦 這裏要走上一層樓梯都有原因 有沒有留意下層樓梯 以突口的花崗藍石建造 另外還有些牛玩這樣的窗 主要是因為外籍人士居住 不會不習慣香港潮濕的天氣 這樣的設計 有座排走地面的熱氣和濕氣 保持家屋在夏天的時候 依然乾爽涼快 嘩 回到家裏保留了原有的古式壁爐 木樓板和圓拱窗台等 放上古式傢俬 嘩 昔日一廳兩房間間隔完美還原 真是古典味十足 只是來欣賞一下這裏的建築美俠都不枉此行 過來看看 這裏展示了很多很有紀念價值的牛奶公司文物 包括厚玻璃牛奶瓶 第一代送奶車等等 呈現昔日牧場運作的景況 由最先從英國購入的80頭羽牛起家 去到最頂盛時期超過3000頭羽牛 提供新鮮牛奶 長達200多年的博富林村歷史都一一記錄 由間房間走出去 還可以看到一個圓拱窗台 這個是西式建築的特色圓數之一 這裏欣賞到180度的圓林景 真是炭到爆 在這個後花園那裏看書 聊聊聊天都真是很捨意 不過大家記得噴蚊帕水 如果不是在這裏吃完之後 帶回去的只有蚊爛 臨走前 在這個家健的L型斜道 遠望海景 遇到時間 看見日落的話 真是很棒 大家走完博富林牧場出來 走幾分鐘 還可以看八大梨教堂 我們就沒有預約 沒有得進去 不過在外面欣賞一下 這裏的純白高德式建築風景 打下卡拍下靚相都很不錯 來到開鼓的時間 川童最怕嗎? 就是媽咯 哈哈哈哈 我們下條片再見 喜歡這條片記得按like share和訂閱 拜拜 拜拜 幟 minute ……